我八岁的时候被人叫小眼司令 哈哈哈哈 什么东西小眼司令 小眼司令 哇小鹿 听恐龙老师说话 我们只可以摸摸他 然后不能打他知道吗 打了他他就会咬我们 他不会咬你的 如果咬我那怎么办 如果咬你你也可以咬他 哈哈 你疯了 哈哈开玩笑我了啦 远远啊你好man 你现在这个样子好man啊 我是不是适合当爸爸 单手抱闺女 你太适合有个闺女了 我是不是适合有个闺女 你好可爱啊 手都快断了还是得抱 哈哈哈哈好累啊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不受啊 你也 掌机要他自己要慢慢吃 爸爸爸爸 他是鹿的食物 哈哈 对因为他叫鹿虎 先生 怎么弄他 要开机 你开机了吗 开到AB档 AB档是哪个档呢 有吃力的时候吗 对 一天可能还好 可能刚一天 那精神是属于高度集中的吗 就是有点兴奋 就是说有孩子原来这么幸福 因为他俩是比较有新鲜感 对 对 连续一个月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哈哈 一个月搁两天 哈哈 明天就不行了 后来我就感觉了 是不是需要爸爸 然后从此以后 我一直基本上在拉着他手啊抱着他 对不对 而且他一般就是除了爹地抱他 其他人他都不让抱的 所以 那今天怎么 很荣幸啊 很荣幸啊 我们三个都让抱了 应该是他觉得哥哥们很有亲和力 然后很喜欢你们 哎呀 好开心 孩子们都去玩了 我问一下父母一个问题 我就正好别当着孩子面问也行 这还有个小大人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你选办法 有没有可能这世界上有种孩子 就是什么都不爱学 就只爱玩 那哎呀嘛 来 来一段是春晚的吗 说不定你虎哥还能给你 给配合上 我能给你答个词 来来来 我披上你眼睛 随便整形好 你你是黑土 我是白云 你是白云 来 我是白云 不是你是黑土 我是白云 我是白云 你是黑土 我黑土不好意思 说着你是黑土 你过来 你过来 第一个节目已经开始了 咱们珊瑚海帐篷俱乐部 今晚第一个节目是小品演出 有请赵云为你 我是白云 我黑土 我七十一 我几十五 我属鸡 我属五 这是我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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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老母 谢谢 谢谢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啥都没胜就不结束了 哈哈哈哈哈 哈哈 他弹得伪奏 他弹得伪奏 哈哈哈哈 八岁就会这个了 呦呦 我八岁只会玩土 哈哈哈哈 我八岁只会拍洋画 我八岁的时候被人叫小眼司令 哈哈哈哈 什么东西小眼司令 小眼司令 哈哈哈哈 很精彩的 这边有人不服 没有我服 我非常服 我非常 有人不服 我非常的服 我小 来BB 那个哥哥要给你PK 哎呦快点 来快乐快乐 好我我跟你跳我跟你跳啊 我你我你要教我的双人舞 哎我也来参与一下 那我来参与一下 谁呀 啊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鼓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nice 女士们 先生们 晚上好 我是本场的主持人王远欣 接下来呢 让我隆重的介绍一下 本次到场的嘉宾友 来自四面八方的家长 记者团们 下至三岁半 上至八岁的 权威主席团们 请各位记者团们的朋友们 有序礼貌的提问 主席团们将 是心情回答 发布会正式开始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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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对于小朋友们 没那么礼貌 你们知道什么是熊孩子吗 你们中间谁是熊孩子 盖盖盖盖盖 快点快点盖盖盖盖盖 你们知道什么是熊孩子吗 你们中间谁是 皮的孩子 很头皮的 那你们 你们中间谁是熊孩子呢 不知道 是熊孩子的举个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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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你 你 你也不知我 哇 你们都是打太极的高手 哈哈哈哈 你们知道烦恼是什么吗 你们有烦恼吗 有 我不要烦恼 哦 你的烦恼是什么 我妈拉我 我妈拉我 爱的就业 我有烦恼 你有什么烦恼 我有 自己长得太帅了 我不是 我有 别人打我一下 我 我就得还手一下 就 就我打架了 哎呦 就 你也不想跟人打架 对不对 嗯 等我等我等我 我爸打打 打我的时候 可能我还记忆对吧 啊 哎呦 没想到这么的劲爆啊 你看看 今天的节目好看了 哈哈 下一个 哈哈哈 我们就下一个 不做回答 这位家长请做一下回答 没有 哈哈哈 他只是 爱的教育 哈哈哈哈